親切的問候 熱情的招呼 立委費鴻太一早就來到 嵩山區新聚里民活動場所 與參加健康檢查的里民相見歡 除了徐寒問暖 費鴻太也一一與現場服務的 志工閒話家常 場面相當的溫馨 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注重市民的健康 而且他是經常做啦 經常做 有什麼問題 也有什麼華麗資金很好 就做得很不錯 這樣子給我們新聚里的居民 帶來很多的便利 因為我們不用到醫院去 由列委費鴻太服務處 台北醫學大學附社醫院 嵩山區新聚里辦公室 共同舉辦的健康保健列車 10月31號正式起跑 現場設置監測站 讓民眾免費檢測血糖 血壓 子宮抹片 口腔健康與骨質密度等項目 讓里民能夠知道 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發現問題也能及早處理 我們那個會委員 每一年例行來 大概每一年都會在 我們那個禮辦公處這邊 做一個健康篩檢 算是為這個里民都很貼心 還有之前都會有報稅 每一年都有這個服務 所以我們會委員算是 不管在中央還是在社區 這個部分都服務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里長都感受到很深刻 關心一下中高年齡成他的健康的問題 那我就跟台北醫學大學的副車醫院 我們來這個協調 他們也非常樂於要關心我們市民的健康 所以我們從大概11年前我們就每個月有一次 我們到各個地方里里面 當然是在我的選區 因為離台北區大概比較近嘛 我們去做一些健康檢查 預防中醫治療 在預防的時候發現了一些徵兆 然後趕快去治療 我想我們在我們醫療的資源上 就會得到一些節省 同時也會讓大家活得更健康 雖然外頭下著綿綿細雨 卻還是不減里民的熱情 許多平常很少到醫院健康檢查的民眾 都慕名而來 也讓肺紅太和服務處人員充滿動力 希望讓保健列車繼續前進 照顧每一位台北市民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 曹德華 採訪報導